我今天做的是一个蜜红豆 蜜红豆用什么材料呢? 我们用150克的蜜红豆 先让水洗一洗 把它捞到水里洗一洗 我们用一个捞一捞 捞一下它让尘埃能走出来 这样就干净了 捞了之后我们要用一个蜜红 用手勾出来 尽量用手勾出来 捞出来 捞的时候等于摩擦一下豆 让尘埃不再黏在豆上 它就会分离在水里 我们的豆就会变得很干净 捞完了 水可以马上倒出来 豆就能洗得干净 想它更干净 我们就准备水在这里 让它更干净 让它更黏着的尘埃 能够全部都走出来 那些豆也很干净 漏干的污脏水 我们就去换了一些新鲜的水 普遍在水喉里拿水就可以了 把我们的豆全部都放入水 放入水喉里 是否立刻煮 不是 我们需要浸它一晚 或者8个小时 最少也要4个小时 最好是晚上睡前 若然想起明天 想做蜜红豆 你就要够晚浸起它 将其他日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了 好了 现在浸完 我们就需要去煮 煮呢 我们用多少水去煮 因为蜜红豆应该是 不会水汪汪的 不是红豆糖水 那我们就用了2.75个水 是150的2.75 即是2倍075 这样呢 若然呢 加了白糖的50克 50克的白糖 好 好了 我们全部放进去 就可以开火了 开火呢 我们首先要开大火 什么叫大火呢 就是能够煮滚它 我们首先要煮滚 慢慢开始煮滚了 你看到泡有白糖 所以呢 它就看到有白色的泡 还有呢 它是没滚晒 没滚透的 所以大白色的泡 我们要有耐性 等到它大滚 大滚之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耐性去等它了 我们就可以煮到最小火 最小火 最小火 微火去煮它 就会滚开了 滚开之后呢 你待会可以调小点的火 要再大火 它就会飘出来了 那些大泡 好了 我们煮了50分钟 通常我平时煮半个钟头已经是淋 但是今次呢 有些豆可能是稍硬一些 稍干一些 所以我煮了就 差不多是50分钟 好了 现在已经是煮干了水了 是不是真的干呢 我们看看才知道 看看 哇 原来下面还有濕粒粒的 还有水 还有汁 要浓缩 那就是对了 因为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有些汁 去煮 浓缩它 还有呢 你煮了四十几五十分钟 是不是真的浓缩呢 我们就试一下它 试一下它 用筷子轻轻按一下它 如果筷子轻轻按一下 也能按得到的呢 就已经可以了 面了 即是可以吃了 那这个豆呢 已经是煮成了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加蜜糖 因为呢 如果你早加蜜糖 可能会黏底 还是是 做到那个豆 就变成凶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再加两汤匙满满的蜜糖 两汤匙满满 我再讲一下我们的豆 是150克 和呢 我们的水呢 煮的水是 2.75倍 是那个豆的倍 然后呢 我们就250克的糖 和两大汤匙的蜜糖 那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要 因为蜜糖都是水来的 所以我们要大火 煮它 它变成好像胶的状态 那种状态 即是不会看到水汪汪的状态 我们要大火去煮它 让它呢 释放了些水出来 亦都让那些豆 就更加是 通透 和吸到那些 甜的蜜糖 那些 那些 甜味的香味 不停地煮它 不停地煮它 如果它停了 可能它会煮焦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煮它 你看到现在已经没有汁了 就几乎都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煮多个两分钟 煮多个两分钟 可以了 看看 有咬感 因为你没有弄烂 它是很有咬感的 所以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吃这个蜜红豆呢 我们可以煮包包 是不是 豆蓉包 和豆蓉饼 和豆蓉饼 好了 那我们想起来 这个 有些 汁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趁热 那时候就多放一汤匙的蜜糖 大acci 那我们当然 我们这个饭 当然我们要 我们当然要把自家盛出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有的人喜欢甜味 当然也可以 就这样煮来食 就這樣吃, 非常好 又可以做其他的 例如 豆蓉餡的一些食品 就好像我們這次這樣, 如何去吃它? 我們做了一些布甸 昨晚做了一些布甸, 現在已經在冰箱冰凍了 既然我們加一些紅豆 是不是特別好吃呢? 試試 每一杯湯匙 每一杯湯匙 我們可以試吃 看看是否真的 是否很美味呢? 給點多豆 筆點 這個布甸 我們試試是否這樣吃 是否很好吃呢? 嗯... 真回味 真好吃 給它一杯 一杯 不錯的一個蜜紅豆 真好 多謝您收睇 下次見